迦南传 该剧改编字滋滋的小说 莫南芝 讲述了迦南郡主江宝宁与侍卫李谦相爱 二人历经磨难跨越身份差异的阻碍 最终收获幸福的励志故事 在剧中 有四对恋人 却有不一样的结局 然而四对恋人三对圆满 迦南郡主江宝宁最幸福 第一对 江宝宁和李谦 在剧中 迦南郡主江宝宁不想做皇后 沦为各方势力争斗的牺牲品 因此 千方百计摆脱自己嫁入皇室的婚姻 平衡各方势力 江宝宁爱上侍卫李谦 两人跨越身份 阻碍 忠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谦如愿娶到郡主 虽然两人很快成亲 但是后面也会虐心 江宝宁从之前的宫斗变成宅斗 因为高妙容的介入 郡主难免被诬陷 江宝宁和李谦因此误会 从而心生嫌隙 不过江宝宁和李谦最后依然彼此信任对方 渡过难关 成为最幸福的夫妻 第二对 白素和曹轩 在剧中 白素和曹轩这对恋人应该也是最幸福的一对了 而且他们还是先结婚的一对恋人了 白素和曹轩彼此暗恋 因为曹太后大权旁落 曹轩遭受皇帝打压 曹轩更没有抵气取白素了 幸亏在江宝宁的撮合下 曹轩不忍白素嫁给别的男人受苦 因此 鼓起勇气去提亲 曹轩如愿娶到了白素 白素也算找到了好归素 找到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第三对 庆安和李东志 在剧中庆安是永庆国的二皇子 李东志是李谦同父异母的妹妹 平时舞刀弄枪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可偏偏二皇子就喜欢上了她 二皇子一开始并不知道东志是女儿身 两人以兄弟相衬 后来知道东志是女儿身 他不想做兄弟 想做恋人 李东志因为庆安是二皇子的身份 对庆安产生误会 误会庆安利用他的感情 好趁虚而入 攻入木南国 不过好在二皇子为了守护李东志 不想永庆国发动战争 因此跟他大哥争皇位 最后二皇子做了皇帝 那么李东志就是永庆国的皇后了 第四对 高妙容和李林 在剧中高妙容和李林这对应该是最惨的一对了 也是最有应得 高妙容从小就喜欢李谦 现在李谦娶了郡主 她依然不死心 还想破坏郡主跟李谦的感情 可她却忽视了真正爱她的男人李谦的堂兄 高妙容做了那么多伤害李谦和郡主的事情 李家恐怕再无她容身之地 终究还是爱而不得 落到这种悲惨的下场 也是自食其果